大家好 欢迎收看8月22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石玉兰 新闻首先来看到花莲县教育处在8月22号以及23号一连两天 举办了113学年度国中小出任正式教师导入辅导 以及新传教师真能研习 花莲县长许正问也亲自到场勉励 共同来推动花莲教育的进步与发展 现在学院表示 教育是国家发展以及晋升力提升的关键领域 感谢大家愿意投身教育的领域 希望新传师成为新任教师的协力伙伴 共同提升教学的质量 学生的学习从模仿和技艺开始 而保持好奇心是学习的关键 并且呼吁教师们在教学中创造充满启发以及兴起的学习环境 让学生在学校当中感受到学习乐趣和意义 或许老师对于人生的意义 人生的目的或许也不是那么清楚 但是教学相长 在教学当中 我想日复一日的教学当中 你也可以跟孩子共同来学习 从孩子的生理的学习发展 其实孩子从开始就是学习 模仿就是技艺 第二个就是不断地问为什么 为什么 要让他常常不断地保持好奇心 对生活上对知识上对每一个领域上面好奇心 我想这是相当相当的重要 而怎么样激发以及保持我们学生 他第一个学习领域就是学校 我们如何保持他相当的好奇心 这就在我们老师如何引导他 如何创造一个充满的喜乐 充满的启发的充满的心情 充满一个让孩子想要进班进校学习 一个领域 欢迎政府表示 这次研习活动不仅加深出任教师 对教学的理解 获得专业以及情感的面对 也促进新传教师在专业上再成长 未来欢迎政府再继续推动各类教育的培训 持续提升教育品质 为县内学生提供更优质的学习环境以及资源 记得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